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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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梦时代》篇章 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深圳在新时代的阳光大道上 如何肩负使命 创造更多第一 闯出了一条新路 干出了一片新天地 大美双区是个富有岭南文化风情和新时代特色的篇章 通过湾区风飞扬等活泼生动的节目 展现粤港澳大湾区龙腾虎跃 共谋发展 深圳增增 深圳增增增 越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功能 扬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风帆 全速前行 爱在远山中的深情所细 不忘初心里的赤死心怀 领航新时代中的豪迈气概 让晚会的压轴篇章壮丽航程 呈现出开阔的格局和明亮的色泽 四十年来 东方风来满眼春 新时代竹梦先行 赞扬帆 整场晚会打破了传统编年帖的叙事模式 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上 以计时的视角 真挚的情感 艺术的形象 生动的方式 呈现特区成长 波澜壮阔的立场 让观众得以随着节目的推进 见证深圳经济特区 一路先行先事 开拓前行 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写下的精彩篇章 中国的昨天 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 中国的今天 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 中国的明天 必将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首先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台晚会的主唱团队 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的总导演 贾丁 贾导 还有我们本场晚会的执行总导演 夏丰 夏导 执行副总导演 曹宇 那接下来呢 为大家介绍几位我们本台晚会的演员代表 首先呢 是歌唱家 莫华伦 他是代表加岗的工程师 建设大湾区的工程师 建设大湾区的 来 这一位呢 建筑工人 汪正正 对 那贾导 按您这样说 张麦我应该怎么介绍呢 建筑工人 张麦 我是女工长 看到我们每一位演员的全情投入到自己角色当中的表演 我相信也是这一台晚会当中的一大特色 那为了帮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更好地了解我们这台晚会的发展脉络 我们特意请来了倪平老师 作为讲述者 为我们来讲述深圳记忆 有请 倪平老师 听到这个音乐 我就想到了那个火热激昂的年代 那个如火如荼的建设场面 那个时候从祖国各地涌来的大公仔 大公妹们奔向特区 不管是在工厂还是在工地 也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 到处都是永不停歇的建设者的身影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那个时候大街上没什么人 只有在傍晚下班的时候 才能看到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自行车流大军 他们驾驭着单车 鱼贯而出 蜂拥而至 这是他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也是小伙子们的车技表演 获得姑娘们爱慕的绝对好时机 他们浩浩荡荡 年人树里 途经四海公园 青工总会 金融中心 到处都是年轻人的身影 时光飞逝 转眼已经四十年了 人们只能一心地想象那车队清澈的铃声 和一张张稚嫩的面孔 重体力的 足加工的打工妹 打工仔们 也许再也回不来了 但是那些生动的 有血有肉的青春 也许是深圳最美好的记忆 我发现今天我们的观众啊 好像九零后和零零后居多啊 可能这个时间你们还很小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你们在看了晚会当中的这一段落 心中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想问我们的主创 来 敢为人先的精神啊 这是深圳精神 我看看有谁有问题 来 哪位 好 这位观众朋友 主持人好 各位老师导演好 整场晚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段落呢 就是我听到了我不想说这首歌 音乐一响起啊 就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了满满的回忆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贾定导演 为什么会选择用这首歌 去设计演绎和诠释这个场景呢 这段主题歌呀 应该说是特别有代表性 对 很多的人一听到这首歌 就想起当年的深圳的这种如火如荼的 这么一个打工的场景啊 所以说呢 找最典型 最能够引起大家记忆 和最能够唤起大家 给予他的心灵沟通的音乐 是一个特别好的反应 这么一个段落的一个捷径 所以说呢 在选择这个作品上 我们选择的不仅仅是一个歌 而是我们选择了一个时代的 一个代言 打工妹打工仔都是年轻人 实际上他们有很多的人 在深圳这块热土上 不仅仅是在收获着 他们应该得到的这种 收入和回报 收入和回报 更多的是 他们在这个深圳的这块土地上 第一次收获了他们的梦想 那么这个梦想当中 有把这个钱借回老家的时候的那种快乐 老家得到了这份钱 然后盖心房等等的这些 成就感 这种成就 同时呢 他们也在这块土地上 实际上这批很多的年轻人 在这块热土上 第一次收获了他们的爱情 第一次知道了友情 就是这种 大家集体在一起工作当中 所应该得到的那份友情 所以我们希望 作品的时间段 基于我们的 应该承载的东西 实际上很有限 但是我们希望 能够在这有限的时间段里头 能把那一个时代 这么一批人 他们的生活状态 能够表现出来 这个当时夏导和贾导 你们也是经过了 很多前期的采访 然后会去挖掘和这个采风 才得到了这样的 比较还原真实的一个场景 包括呈现今天这种状况 和我们这个网会的定位有关 当我们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包括我们蒋经导演 我们整个导演就在一起 到时候定位一种 什么样的体力 是综艺晚会还是专题晚会 我们开始定的是 计时晚会 所以说我们既然是 计时报告题 我们当初就定了一个原则 要充分尊重历史真实 努力还原时代同浪 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年轻人 对这一幕当中 还有什么样的感受和疑问 好不好 来 刚才是一位女孩子 对 男孩子 这一位 主持人好 各位导演好 我看完这个节目之后 对自豪的建设者这个 印象是最深刻的 感觉场面极其地壮观 震撼 然后看得很过瘾 然后特别是整个舞台的设计 包括手持屏的配合 以及脚手架张的大道具呈现 所以我想问一下导演 是怎样的一个想法 契机创造出一个 就是这样的节目 好 谢谢 看来真的是男孩子 他喜欢带劲的 他觉得这一段 带劲的东西 咱们让女孩说 对 这也是咱们主创团队的 一个特色是吗 来 曹导 那说到这个节目 我还真的是想回答一下 因为这个节目 也是我自己 在创作的过程中 非常喜欢的 这么的一个节目 有一张获奖的新闻图片 可能就是有人 可能在以前的报纸上 杂志上看到过 它叫生 生起的生 它是一个工人 高举双手面对天空 就是感觉 它可以托起所有 托起未来的那样的感觉 这张照片 当时给我们一种 很有力量 觉得一切都可以实现 就是给了我们这个触动 然后当时创作的时候 大家集思广益 说舞蹈怎么跳啊 建筑工人怎么去表现 后来夹道说 要什么舞蹈 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 传递 建筑 敲击 力量感 那个就是最好的呈现 就是既还原 然后又赋予它一些 舞台上的新的状态 所以最终出来的一个效果 我很高兴听到 很多年轻的观众都说 好酷啊 这是我们追求的 我特别想到那两位主创是身临其境的 你们是在这一些演员的当中的 换句话说是在这个场里的 你们的感受是什么 当我们走上舞台的时候 我的脑子里 第一声记得的就是 家丁导演喊的 我不要演员 我要人物 我要你是一个工长 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们突然一下 就是曾经的那些所谓的 要穿着华服 画得很漂亮的装都剥落了 这个时候一上台 踩着的是新的步伐 然后走到台上之后 我回头一看 是建设大军 是一条朝天的大路 他直逼观众的视觉和心灵 真诚 他就是直接地表达了 我们建设者的那种心态 他让我感觉到我在台上唱 已经不是旋律 已经不是一个歌者 我就是建设者 在这个舞台上 我体会到了深圳的速度 力度 高度 还有刚才讲的温度 所以我觉得这一场演出 极其地过瘾 直到今天 谢幕 我在想 这正是大幕开启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 我心里的这个歌声 还会延续 我在跟深圳的朋友说 我说深圳我来了 而且深圳 我还会再来 那这台演出呢 除了我们演员的敬业之外呢 后面的群众演员功不可没 我觉得虽然他们是一个集体的行为 但是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环节的衔接 必须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 因为我们知道 尤其是群众演员集体行为 哪怕一小点的失误 在舞台上都会特别地刺眼 所以我们来请几位吧 请几位咱们群众演员当中的代表 来 哇 好帅气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这个演员 他们是如何完成他们的演出 叶庆曹导 来 你来给口令 好 额破准备 准备位 埋进去 额破一档 额破二档 额破三档 而且他们可以举这么久 在上面 很有劲啊 来放下来吧 夏导 他们是舞蹈演员吗 不是 是 是 少令导 额破五孝的 对 都没看到 衣服后面 五孝 怪不得 我都说 我说好友 武术怎么样 你们俩 没问题 很好 功夫 还可以 还可以是吧 功夫很好 来 记手 一般说 一般说还可以的 那都是功夫了得 我们来现场见识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帅 好 好 好 所以我们看出来了 其实习武的孩子们 习武之人 他们身上是有一种 独特的气质 或者一种独特的气场的 而正是这种精气神 这种气质 是和我们的建设者 就可以说不谋而合 非常地接近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出 咱们五校更多的孩子 给我们来一段 让他们彰显一下 这种精气神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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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剧本行来比演出 还有精气神啊 但是导演们 特别是你们发现了 他们每一声呼吸 每一声这个口号 展现的就是四十年来 深圳建设者们 在用自己的力气 在用自己的智慧 在建设的那种过程 我觉得刚才那一段震撼到了 我耳朵旁边 莫老师一直在这边说 哇塞 没见到啊 我担心这台让他们给堕塌了 这个气势 这种气派真是 您之前都没有看到对吧 没有 因为您是最后一幕 对 才出来 是的 其实在这个段落当中 还有一个更精彩的 其实最后呈现出来 这精彩的一瞬间 也超过十秒当中 也是这个舞台上的一个奇迹 我再让莫老师 还有我们观众朋友 再欣赏一下 而且这次欣赏是近距离的 好不好 来 有请我们舞校的孩子 好 速度很快啊 我们知道拓光牛是深圳的标志之一 曹导他们这样可以坚持多久 这样是对人体的肌肉要做非常高的 你看他们已经开始有一点抖了 好 停 好 好 收 曹导给我们说说 这个造型最大的难点是在哪里 这个造型最大的难点 第一个是这个架子 它本身是一个移动架子 它不生根 所以说 就互稳 所有的孩子们 他们其实要互相借力 把这个架子稳住 所以说有些孩子 有部分单点 它会重量非常沉 有部分呢 比如说腿 它就一直得保持肌肉紧张很长时间 所以说我们在每次排练这个动作 在排练场的时候 孩子们经常是牙关咬紧 青筋暴露 就是今天有一种感觉 就是自己家的孩子 拉出来做才艺展示 我非常骄傲 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 在这一方舞台上 还有许许多多 像他们一样 在幕后 不为观众所能欣赏到 不为大家所能熟知看到的角色 在这里我们也一并 把掌声送给这些幕后的英雄 谢谢你们 来过深圳的人都知道 这头拓荒牛是深圳的一个标志 深圳的创业者们 就像这头拓荒牛一样 敢闯敢试 敢为人仙 埋头苦干 把一个贫穷的边陲小镇 开墾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 而拓荒牛 代表的也正是深圳的 这种开拓勤勉的精神 今天在舞台上 我们看到了这群小伙子 他们就像是新时代的拓荒牛 他们将拥保闯的精神 创的尽头 干的作风 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 年轻的拓荒牛们 加入到深圳的建设当中 也让我们为这些 新的建设者们鼓掌 加油 接下来也让我们再次 有请出倪平老师 看看他又能为我们 带来哪些记忆呢 那是1983年的春天 湖北荆州的几十个姑娘 在亲人不舍的目光中 登上前往广州的火车 他们是去一个 刚被圈出来的地方 他们并不知道 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彼时距离深圳建设才不过四年 设立经济特区也不到三年 万丈高楼还处在平地起的阶段 辗转到了目的地 他们被分配到了 人手短缺的钢筋宫 他们两个人一组 七八十公斤重的钢筋 经常是磨得肩膀 破皮流血 疼得姑娘们眼泪 只在眼睛里打转 但是他们还是每天 拼命地一个劲地干 工作和生活 简单 朴素 且艰苦 这群刚离开家乡的年轻人 无暇思考太多 但是他们还是被卷进了一场 历史的奇迹 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建成了中国第一高楼 数十年后 他们和这所有的建设者 一起用深圳的速度 第一次将一个年轻的 国际大都市的名字 深圳 镇刻在了世界地理版图 在这段讲述当中 我们看到的真的是那一个 时代建设者们 有血有肉的奋斗过程 我特别想知道 今天的年轻观众当中 听到这个故事之后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问题 来 这位姑娘 各位老师好 我看完了整场的晚会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首歌 叫《第一第一》 第一次当老板 第一次赚第一桶金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汪正正老师 因为我们知道 他是从深圳走出去的歌手 想问一下您 第一次来深圳的时候 是一个怎么样的情景 包括您第一次在深圳 有什么难忘的经历 给我们大家讲一下 谢谢 这又一次特别感慨 这次只让您感慨第一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领工资 我是一个助唱歌手 又能做乐队 当时深圳是有一半港币 一半人民币 350块钱人民币 我父亲那个时候 一个月才挣180多块钱 我就能挣350人民币了 额外还有300港币 你看 完了呢 我比较孝顺 我把第一个月工资 加到我一点不撒谎 花了老师 600块钱 我把那个港币啊 咱们那时候花不了嘛 我换成人民币 我把这几百块钱 几乎全寄回家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是包吃包做 我就留了50块钱 这是我第一次的印象 很深刻 其实深圳真的是一个 充满了奇迹的地方 在40年当中 你们有想过 他创造了多少个 全国第一吗 大胆地猜 多少个 上百 他跑得比我们还快 未来一定会有 刚才你说的一万个 一百个 有几百个 他创造了有一千个 一千多个 一千多个 现在在我手里呢 打印出来的 这每一页密密麻麻的 就是深圳创造的 无数个第一 我来捡几个 给大家说一说 比如说 这个不用说了 第一批经济特区 中国第一个商品房 在这里 中国第一家 外资银行在这里 中国第一个 打破大锅饭的城市 然后中国第一个 主题公园 中国第一家 麦当劳餐厅 然后中国第一家 外汇调剂中心 还有中国第一家 期货交易所成立 包括股市交易所 然后还有中国第一个 实现全民医保的城市 还有中国第一个 实施赞助证制度的城市 等等等等 前前后后 有一千多个 当时曹岛 夏岛 我们当时在讨论 我们这个题材的时候 就想 每个人可能 跟很多的城市 都有过一次 第一次的接触 而往往深圳 跟深圳的接触 第一次给我们留下 特别深的印象 而深圳 确确实是 特别奇怪 这个城市 它成就人的第一 往往这个第一 会跟随他的一生 会影响他的一生 那么这个夏岛也好 曹岛也好 他们的 当时大家罗练出了 每个人的第一 都发现 它跟你的未来的事业 跟你未来的生活 都有关联 所以说 我说一定一定地 把这个第一第一 放在开拓之路 为什么 因为它开拓的 不仅只是深圳的 这一个城市的路 这个第一第一 开拓了很多人的 生命当中的 事业之路 生活之路 第一次把工资 寄回到我家里 第一次 争到李通勤 创业之门已开启 第一次做老板 要公司开张应他起 第一次 收到了第一 当工赏四季 快来换机 深圳不是 某一点一滴 雷起来的 深圳最伟大的成就 不是四十年以来 建了多少高楼 创造了多少GDP 它是造就了一批 深圳人 是这群人 成就了我们 中国的改革开放 成就了我们 深圳的今天 成就了我们 深圳今天的伟大 甚至有了这群人 我们未来的 中国梦 未来的改革开放 未来的双旗驱动 才能一步步地 走向成功 我觉得这是 我们深圳的伟大 这也是我们 这个即时报告体 往会地 抓的一个 最大的要件 抓住了人 夏导说得太好了 那今天呢 我相信深圳的发展 是有目共睹的 就拿城市面貌来说 这里早就不是 几十年前的 小渔村了 如今已经是 高楼大厦林立 绝对是一座 国际化的大都市了 所以接下来 在我们今天的现场呢 我们就请来了一位 参与到深圳建设 当中的建设者 而且他是一位 真正的大国工匠 让我们掌声欢迎 获得了全国道德模范 荣誉称号的 深圳中建刚垢 华南大区总工程师 陆建新 掌声欢迎 陆宫好 可能陆宫一上台啊 大家看了 对陆宫并不熟悉 但是陆宫参与设计 和建设的这些 高楼大厦 大家一定在日常生活当中 经常接触到 陆宫您来跟我们说说 就说您在深圳 参与的这些大厦建设 都有哪几座 帝王大厦 帝王大厦 京畿100 京畿100 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不知道 京畿100有多高啊 陆宫 京畿100是441.8米 但是它是曾经的第一高楼深圳 现在已经被这个记录被刷新了 后来我又做了一个平安金融中心 记住这句话 注意后来我又做了一个 这个记录是我自己打破的 金融中心有多高 平安 海拔标高600米 刚才我讲了 我参加了三个地标 其实真正干的第一个地标 是深圳的国贸大厦 国贸大厦 那个是三个第一 那个是当时的第一吧 当时中国的第一 我们认得四个第一 我们路过都是七个的参与 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啊 我们听起来已经不可思议了 您能给我描述一下 当时的建设者 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下 能够创造这样一个速度 和奇迹呢 1982年10月份 我从湖北来到深圳 我当时走到国贸大厦 基坑边的时候 那还是一个大坑 就看到国贸大厦边上 有一栋先干的楼 有七八层高 上面挂着一个标语 时间就是金钱 效力就是生命 那是1982年 国贸大厦 那七层以下 就是用了传统的施工方法 它差不多要八天十天建一层 那因为国贸大厦 它是五十层的楼 一百六十米的高度 当时是中国的第一栋 超高层大楼 那不可能用这样的方法来建 后来经过很多的研究 慢慢地从七天六天五天四天一层 到三十一层以上 一直稳定在三天一层 就这样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卓公 我特别想知道 在当时在你们把自己的这个工程建设速度能够达到你们难以想象的三天一层楼的时候 当时你们就是工友之间的那样的一种心情和状态是什么 你们有庆祝吗 那是到后面最后封顶的时候 我记得从上到下挂了一个一百多米长的鞭炮 然后放了好一阵子 庆祝了一下 然后在鞭炮声中 您就在那儿 就流眼泪哭了是吗 我刚刚在后台的时候 看到这个几个打工妹的形象来的时候 我看到了就出动了我当年的回忆 我刚才都忍不住了擦来擦 刚才在侧木条的时候 路空就被感染了 因为三天一层楼 它取得的背后太不容易了 速度的背后依赖的是技术 新技术它依靠要创新 但是创新取得 它的背后并不容易 有很多人的流血流汗 由我们老一代工程师的拼搏创新 所以从他们身上 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看到无数的建设者 正是在敢想敢拼敢干 敢为天下先的深圳精神的引领下 创造了深圳速度 创造了深圳奇迹 当然更可贵的是在这一切的前提下 他们创造了深圳质量 深圳标准 让我们再次向我们的建设者 致以崇高的敬意 谢谢 谢谢路空 谢谢大家 谢谢您 路空 您辛苦了 谢谢 掌声再次送给路空 听了路空的讲述 我们才觉得 我们屏幕上展现出来的 这些至此临彼的建筑 应该就是佩戴在 我们无数建设者胸前的勋章 记录了他们的奋斗 记录了他们的汗水 也记录了他们的梦想 人们都说 深圳是一座奇迹之城 它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生 短短的四十年 就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 要上百年才走过的路 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 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好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倪平老师 那年四十三岁的任正非 刚刚和几个朋友 凑了两万一千块钱 在舍口的一间破旧的厂房里 创立了华为公司 那年三十岁出头的王石 刚刚从部队转业 来到深圳经营着饲料生意 那年中国商界的 四马之一的马明哲 负责管理初创的平安保险 他们只有十三位员工 就是当年这些创业者们 把满地黄土的小渔村建设成了高楼林立 硕士便捷 治理精细的深圳 来了就是深圳人 这是多么温暖和亲切的一句话 这里是一个没有外地人的城市 也是一个没有本地人的城市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创业者选择了深圳 他们在这条改革开放的小溪流 汇聚起来的大江大河之上 以兼容并逝之势 扬起风帆 向着世界的海洋 继续远航 谢谢怡婷老师 谢谢您 来看一看我们观众朋友吧 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好吗 来 这位观众 主持人好 各位导演 各位演员们 你们好 深圳是一个科技之城 创新之城 深圳的科技是深圳一张名片 那么我看到了这个舞台当中 有很多很多很震撼的一个 高科技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这个问题我想留给主持人您 您觉得这个舞台当中的 哪一个高科技元素 是您最喜欢的呢 第一次在弹幕开启 这个问题留给我 是吗 我应该说是谁呢 当然是我呀 谁呀 这是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来 来 来 大家熟悉吗 看到过他的表演吗 还会自己找定点 你叫 我叫Walker 你是哪里人 我是诞生在新时代的深圳机器人呀 哇 此处应该讲 深圳血统 标准的深圳血统 那我想问问Walker 你都会做什么呀 张磊主持了半天 你是不是渴了 我给你倒杯水吧 好渴了 鸡汤 哎呀 我怎么那么担心你呀 没事 不 我在台上也带着 对 这个量把控得好 我也就能喝这么多 先把瓶子放 好 别着急 来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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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 还怎么着 我都火了 你都不给我 他逗主持人 他跟主持人玩的 还挺幽默 我就不给你 就不给你 谢谢Walker 这还是我喝到的第一杯 由机器人朋友送给我的水 别有一分风味 Walker 除了给我倒水 你还会做什么呀 我还会跳舞 让你开心 我怎么觉得像小苹果啊 你观察到那头指了吗 对 关键 关键 是不是 Walker 从你温柔的动作上 我可以看出来 你真的还是一个暖男 这样吧 你跟我回家吧 能帮我做些什么 我现在很忙 不多说了 我要开始工作了 刚夸完他 你舍得离我而去 就这么跟我白白了 这是第一次 我的颜值不太好使 你确定你要走吗 我建议你留下来 你知道这样 对一个女人是很残酷的 你真的打算走了 我可以加薪 五千 一万 一万 两万 同志们要努力啊 连机器都跟咱抢饭碗呢 都争成有台词的了 看到了深圳的科技 看到了深圳的发展 我们也期待 倪平老师 又会给我们带来 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深圳记忆呢 深圳 深圳四十岁 中国最年轻的一线城市 深圳人平均年龄 三十二点五岁 有一种深圳生活方式叫 年轻 这座生机勃勃的 中国的移民城市 改革开放 激荡四十年 它 一直走在前面 富有年轻人的锐气 胆势 果敢 干劲 每一秒都在上演着 关于梦想的故事 四十年 深圳面积扩大了六倍 四十年 深圳的人口 涨了四十五倍 而四十年 深圳的财富 飙升了一万两千倍 二零一八年 深圳GDP 首次超过香港 名列全国第三 二零一九年 中国城市发展潜力 全国第一 如今 在深圳四十岁生日之际 这座城市 又迎来了它的 高光时刻 中国国家领导人 再次来到深圳 向全世界宣誓 要建设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 创建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 城市范例 形成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 被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率先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 这是新时代党中央赋予深圳的 历史使命 深圳 并将在新的起点 蓬城万里 再次创造中国改革开放的 新天章 我们看到一首气势十足的 弯曲风飞扬 但是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想起一首流行歌曲 成龙演唱的 男儿当自强 但是后来我了解到了 咱们这个节目创作 我才知道 它源自于一首鼓曲 对吧 孟老师 将军令 将军令 而且这个鼓曲是南派鼓曲 我们唱的这个版本呢 是弯曲风飞扬 我们这新的歌词 很配合现在时代感 而且呢 我们用我们三个 粤港澳南高音 有你 有我天地光 有我天地光 一路逐梦到海洋 有我天地光 热血海 热心争滚烫 人儿人翻血 小郎几岔 小郎几岔 雄心高万丈 骑士庄 忠华好儿女 八分在图墙 复兴只渴望 晚去风飞扬 这次我们是工程师 粤港澳 有代表性的工程师 我演过很多歌剧 但是呢 演这种实在的人物的 比较少演 都是演古装歌剧 这个戴着工程帽子 还有个杠子 这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呢 当时第一次排练的时候 家导说 不行 你这个不够 工程师是那种气派 我自己没做过工程师 我要想一想 工程师是怎么样的 怎么辛苦 刚才一个 陆工 陆工程师 已经表达非常清楚了 怎么盖楼 一层一层 然后从八天到三天 就创了世界的旗子 所以呢 我觉得 就是在我们演艺当中 每一个角色 特别在这个四十周年 这种晚会里面呢 融入进来 把我们的声音 和我们的人物 跟时代感 都表现出来 因为说 觉得说得比唱得好 对 说得和唱得一样好 如果说这台晚会 我们是在回顾 深圳的发展 到了最后这一篇章 湾曲风飞扬 其实我们是看到了 深圳的未来 深圳一个美好的未来 就像莫老师说的 这一段 用三个南高音来演唱 正好表现了 湾曲建设者 那种意气风发 正要启航 那样的一种精神状态 但是恐怕 莫老师就像您之前 没看到我们五校的孩子 在那儿拿扇子 做成波浪一样 在您演唱 湾曲风飞扬的时候 其实场下也 非常的壮观 有这个我们的男师 对 其实这男师 你还 它还有一个寓意 因为每一个狮子 是我们大湾区的一个城市 对 它是这样 就是十一只狮子 我们总共有十一头男狮 代表着我们十一个城市 到最后他们也用一个 传统的那个 男狮土性的那个方式 把这些城市给展现出来了 那这么长的时间 莫老师 有和这个男狮 有过亲密的接触吗 其实我们开始 是站在廊桥上的 只能往后 往下看 他们在准备的 是真的 但真正怎么表演了 从来没看过 因为我是在舞台前面 他们在前面 他们在后面跳 真没看过 真没看过 想看吗 想看 深圳就是实现你梦想 让你梦想成真的地方 来 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男狮 来 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男狮 张燕可 二位好 来 你作为代表 这壮的 来 作为代表 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深圳怀的行事团的 我们这次本来来了22个人 总共十一头狮子 参加这次表演 我想说一下 我们知道这些男狮 也是有区别的 有佛山狮 还有贺山狮 莫老师 今天不仅能让您看 还能让您耍一下狮子 怎么样 怎么耍 您先说说 在您众多 不说多少年的 这个艺术生涯当中 您耍过狮子吗 没有 这个可真没有 今天来到深圳 是创立了无数个第一的城市 也创立你艺术生涯的第一 好吗 就是 真真摸得没摸过 你先来挑个搭档 郑郑怎么样 最佳人选 好吗 来 您 我 咱配合一下 莫老师 我来哪 你在后面吧 对 我在后面 你坐尾 行 你不用穿衣服 头 来 我们的师傅 来讲一下头的要领 对 好 上师 大声一点说 石头的话 抓到里面的两个竿 就抓两个竿 对 这个手可以抓 往前抓一点 右手可以往前抓一点 然后控制这个嘴巴 好 这是怎么握石头 对吧 人先进去 头先进去 头先进去 然后右手握这个嘴巴 跟这个手握 又曹导的话 这样把头埋起来 然后你的头顶来 点到这里 这个 中间这个现在就是眨眼睛 里面有机关的 对吗 对对对 这个眨眼睛 对 这个 然后拉的 来来来 先扣进去 我们的莫师 莫老师 莫师 正正上手很快 已经准备好了 对啊 这狮子 这狮子明显 觉得这个身体的灵活性 比头部的灵活性要好 来 眨眼 这还是一头能互动的狮子 好 好 好了 莫老师 咱武师达不到水平 最后这个精彩的亮相 一定要加一句咱南高音 对不对 对 这是他们比不过的 来 三二一落点 走 万岐风飞扬 谢谢 谢谢 所以在此呢 我们也向所有深圳的建设者 质疑我们崇高的敬意 你们辛苦了 辛苦 辛苦 其实我们看到 深圳呢 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文明发达的城市 如果你身处其中 住那么一小段时间 你会感受到 在街头巷尾 在社区 处处都有文化的云子 比如说 有爱读书的人们 比如说 有爱唱歌的 有喜爱戏剧表演的 甚至很多很多热爱设计的 所以这也源于这么多年来 深圳在文化建设当中 所输出的努力 我相信这一点 对于在深圳生活了 很多年的下岛 一定是深有体会 这一点体会得特别深 因为深圳就是城市的美好 它的魅力 不枉在于它的经济的发达 科技的发达 更在于它的文化的发达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深圳是创意之都 钢琴之城 还有图书馆之城 这在国际上都是有名的 而且我们深圳还是 联合国教科院主任授予的 超大花园的国际城市 说得好 而且深圳呢 应该也是第一座全国 能够推出文化菜单的城市 希望越越都有文化的主题 越越都有精彩 我记得在深圳曾看过这样一句话 说希望深圳是一座 从每一扇透出灯光的窗户当中 你都可以看到阅读的身影 我觉得那是多么美的一座城市 甲岛这一次通过近八个多月的创作 我相信和深圳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您的创作当中所体现的 也希望呈现出的是一个全方位的 立体的深圳 是一个真实的 朴实的 我们大家能够触手可及 能够睁眼就能看到的一个城市 我们说一个城市 它的文化是它的灵魂 为什么我说我们这种朴实的东西 要反映到这儿 它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最精粹的 或者我们最索要体现的一个东西 是因为这样 就是深圳人的表面的这种繁华 你看我们看的这个繁华的背后 实际上是朴素的思想 朴素的想象力 和朴素的我们的这些人的每一天 用他们的每一天所构架起来的 那么在庆祝这四十周年的 这么一个大的这么一个事件当中 我们特别选择了在这么一个地点 用艺术 用形象 用这么多的普通的老百姓 和我们的艺术家们 共同在这里讲述了深圳的故事 然后用故事去反映深圳的五位议题 带给人们的一种幸福感 获得感 满足感 各位好 也真诚地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 来到剧院 或者是通过电视机的屏幕 通过《竹梦先行》这台文艺晚会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经济发达 看到一个科技创新 看到一座绿色宜居 看到一个多元文化 看到一个法治公平的新的深圳 让我们一起期待 今年的10月14日 习近平总书记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深圳要建设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提高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能力和水平 形成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 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们看到深圳正在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 高速地向前发展着 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 我们也期待所有的深圳人 在下一个四十年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深圳 我们来了 以奋斗者的名义 为梦想而来 深圳 我们来了 以拓荒牛的名义 向不强步道 这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 这里正在用曾经的一个个第一 续节着未来的无数个第一 我们用梦想 拥抱好时代 我们用创造 感恩好时代 来了 都是 深圳人 深圳人都是 深圳人 阳风湾区 笑傲风云极大 千帆尽发 共筑民族兴旺 深圳是广东的深圳 中国的深圳 这里的每一个梦 都放费着民族复兴的 中国梦 深圳 四十年前 孩子们坐在父母的肩头 期盼着与你一同长大 四十年后 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继续和你一起 幸福成长吧 祝福成长吧 天啊 谢谢 祝福成长 愿我莫得胜 愿我莫得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